此次大冰期开始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开始于258万年前的上新式晚期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从2000万年前南极大陆出现永久冰盖开始的 那么冰河时期是怎样形成的呢 目前关于冰河时期的成因还有很多争议 但几个重要的因素已经得到共识 首先是大气中成分的变化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比例变化 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最大 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红外线 起到为地球保温的作用 当地球中的二氧化碳过少时 就无法为地球保温 太阳的热量会被反射回太空中去 相反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像雪球地球事件 就是因为二氧化碳的积聚才结束 第二个原因还与地球的板块运动有关 大陆板块的运动时间 与粒子大冰期发展的时间相差无几 大陆板块的移动 可以增加或者阻碍海水洋流的分布 还有学说提出 这与地球在太阳系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木星是太阳系中质量最大的行星 水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它们的引力 对地球的自转轴倾斜角度 和轨道弧度形成直接的影响 这也影响了阳光照射地球南北极宾馆的数量和角度 当地球远离太阳时 自转轻角又过大时 南极的冰感就会像赤桃延伸 原本升级盎然的陆体就会被冰层覆盖 此外 还有小行星撞击 大规模火山喷发 也会改变地球温度 从而进一步影响地球气候 地球自形成之时 至少出现过五次大冰气 在大冰气中 温度下降 地球表面的植物和生物的生存环境 急剧变化 许多生物还因此面临灭亡 或者被迫迁移 只有能够适用环境的物种 才存活了下来